三国演义 第32回 夺记周元尚争锋 绝张和许优献计 却说元尚自展使唤之后 自负其勇 不带元潭等兵制 自引兵数万出黎阳 与曹军前队相迎 张辽当先出马 元尚挺枪来战 不三合 价格遮拦不住 大败而走 张辽成事掩杀 元尚不能主张 急急引军奔回纪州 元绍闻元尚败回 又受了一惊 救病复发 吐血树斗 昏倒在地 刘夫人荒就入卧内 病逝见为 刘夫人急请沈佩逢继 直至元绍踏前 商议后事 少旦以手指而不能言 刘夫人曰 尚可计后四否 少点头 神佩便就踏前写了遗嘱 少翻身大叫一声 又吐血抖鱼而死 后人有诗曰 磊氏公亲立大名 少年义气自综横 空招俊杰三千克 慢有英雄百万兵 杨直虎皮公不就 凤毛鸡胆士难成 更连一种伤心处 家难图严良弟兄 元绍祭祀 神佩等主持丧事 刘夫人便将元绍所爱宠妾五人进行杀害 又恐其阴魂于九泉之下再与绍相见 乃昆其法 赐其面 毁其失 其度恶如此 元上恐宠妾家属为害 并收而杀之 神佩逢继立元上为大司马将军 领祭清幽宾四周末 前世报丧 此时元坛已发兵离青州 知父死 便与郭徒新平商议 徒曰 主公不在祭州 神佩逢祭必立显父为主义 当塑行 新平曰 神逢二人必预定计谋 今若肃网 必遭其祸 元坛曰 若此当何如 郭徒曰 可屯兵城外 观其动静 某当亲网察之 谭一言 郭徒岁入祭州建元上 礼弊 尚问 凶何不至 徒曰 因报病在军中 不能相见 尚曰 无受父亲一命 立我为主 加凶为车继将军 幕下曹军压境 请凶为前部 无随后便调兵皆应也 徒曰 军中无人商议良策 愿弃沈正南逢原图二人为辅 上曰 无意欲仗此二人早晚划策 如何离得 图曰 然则于二人内浅一人去 何如 尚不得已 乃令二人年纠 年早者便去 军继年早 尚即命军继机应寿 同郭徒复原谭军中 既随徒至谭军 见谭无病 心中不安 献上应寿 谭大怒 欲战军继 郭徒密建曰 经曹军押禁 且只款留逢计再次 以安上心 待破曹之后 却来征继周不迟 谭从其言 及时拔寨起行 前置黎阳 与曹军相递 谭浅大将汪昭出战 操浅徐晃迎敌 二将战不述和 徐晃一刀斩汪昭于马下 曹军成事掩杀 谭军大败 谭受败军入黎阳 遣人求救于上 尚与审配计议 指发兵五千余人相助 曹操探之救军已到 遣月尽礼典引兵于半路接着 两头围住尽杀之 原谭之上指破兵五千 又被半路坑杀 大怒乃换逢计则骂 即曰 荣某作书至主公 求其亲自来救 谭及令计作书 遣人到计州至援上 尚与神配共义 配曰 郭徒多谋 前次不争而去者 为曹军再敬也 今若破曹 必来征计州义 不如不发救兵 借操之力已除之 尚从其言 不肯发兵 使者回报 谭大怒 立斩逢计 亦遇祥曹 早有戏作密报圆上 尚与神配一约 使谭祥曹 并立来攻 则祭州为矣 乃留神配并大将 苏游故守祭州 自领大军来黎阳就谈 尚问军中谁敢为前部 大将吕邝 吕祥兄弟二人愿去 尚典兵三万使为先锋 先至黎阳 谭文尚自来 大喜 遂罢祥曹之意 谭屯兵城中 尚屯兵城外 为己角之事 不一日 圆溪高干街领军到城外 屯兵三处 每日出兵与操相持 尚屡拜 操兵屡胜 至建安八年春二月 操分路攻打 圆谭圆西圆上高干街大拜 弃离阳而走 操引兵破至冀州 谭屿上入城坚守 西宇干离城三十里下寨 虚张声势 操兵连日攻打不下 郭家禁曰 原是费长利诱 而兄弟之间 全力相并 各自数党 及之则相救 缓之则相争 不如举兵南向荆州 征讨留表 以后原是兄弟之变 便成而后及之 可一举而定也 操善其言 命贾许为太守 守黎阳 曹洪引兵守关度 操引大军向荆州进兵 谭上听之曹军自退 遂相庆贺 袁西高干各自辞去 袁谭与郭徒心平一曰 我为长子 反不能成父业 尚乃继母所生 反成大绝 心识不甘 徒曰 主公可乐兵城外 只做请险父审配饮酒 扶刀扶手杀之 大事定义 谭从其言 誓别驾王修自清周来 谭将此祭告之 修曰 兄弟者 左右手也 今与他人争斗 断其右手 而曰我必胜 安可得乎 福气兄弟而不清 天下其谁清之 彼禅人离见骨肉 以求一朝之力 愿色耳勿听也 谭怒 誓退王修 使人去请袁上 尚与神配商议 佩曰 此必郭徒之祭也 主公若网 必遭奸计 不如成事公之 袁上一言 便披挂上马 引兵五万出城 袁谭见袁上引君来 秦直是谢 一级披挂上马 与上交锋 上见谭大骂 谭义骂曰 汝要死父亲 篡夺爵位 今又来杀兄爷 二人亲自交锋 袁谭大败 上清冒史时 冲突掩杀 谭颖败军奔平原 尚寿兵还 袁谭与郭徒在意进兵 令层臂为将 领兵前来 上自引兵出冀州 两阵队员 旗鼓相望 必出骂阵 上御自战 大将旅矿拍马五刀 来战层臂 二将战无数和 矿斩层臂于马下 谭兵又败 再奔平原 神配劝上进兵 追至平原 谭抵挡不住 退入平原 坚守不出 上三面为成功打 谭与郭图计议 图曰 京城中粮少 比军方锐 势不相敌 于亦可遣人投降曹操 使操将兵攻济周 尚必还救 将军引兵夹及之 尚可请矣 若操即破上军 我因而练其军时以聚操 操军远来 粮食不济 必自退去 我可以仍聚济周 以徒进去也 谭从其言 问曰 何人可为始 徒曰 心平之地心脾 自左至 现为平原令 此人乃能言之事 可命为始 谭及照心脾 脾心然而至 谭修书复皮 使三千军送皮出境 皮心业积书网见曹操 石操屯军西平发留表 表浅玄得引兵为前不以赢之 未及交锋 心脾到操债 见操礼弊 操问其来意 皮具言原谭相求之意 承上书信 操看书弊 留心脾于债中 据文武记忆 承欲曰 原谭被原上攻及太极 不得以而来降 不可准性 屡前满宠义曰 承向继引兵至此 安可覆舍表而助谭 循幽曰 三公之言未善 以予亦堕之 天下方有事 而留表作保江汉之间 不敢斩足 其无四方之志可知已 原是俱四周之地 代甲数十万 若二子和睦 共守成业 天下是未可知也 今成其兄弟相公 是穷而投我 我提兵先除原上 后观其辩 并灭原谭 天下定义 此机会不可施也 操大喜 便邀心脾饮酒 魏之曰 原谭之祥 真也 诈也 原上之兵果可必胜也 脾对曰 民公勿问真与诈也 只论其事可耳 原是连年丧拜 兵阁疲于外 谋尘诸于内 兄弟禅戏 国分为二 家之机谨并争 天灾人困 无问至于 皆知土崩瓦解 此乃天灭原是之时也 今民公提兵公也 原上不还救 则施巢穴 若还救 则谈种习其后 以民公之威 及疲惫之重 如迅风之扫秋夜夜 不此之徒 而发荆州 荆州风乐之地 国和民顺 未可遥动 曠四方之患 莫大于河北 河北祭平 则霸业成乙 愿民公祥之 曹大喜曰 恨与兴佐治相见之晚夜 即日督军还取冀州 玄德孔操有谋 不敢追袭 引兵自回荆州 却说原上之曹军渡河 急急引军还夜 命旅矿旅祥断后 原坛见上退军 乃大起平原军马 随后赶来 行不到数十里 一声炮响 两军骑出 左边旅矿 右边旅祥 兄弟二人结住原坛 谭勒马告二将曰 吴父在日 吴并未曼代二将军 今何从吴帝而见逼也 二将闻言 乃下马祥谭 谭曰 勿想我 可祥曹丞相 二将因随谭归迎 谭后操君志 引二将见操 操大喜 以女许谭为妻 即令旅旷旅祥为媒 谭请曹公取祭州 曹曰 方今粮草不佳 搬运劳苦 我由祭和二起水入白沟 以通梁道 然后进兵 令谭且居平原 操引君退屯离阳 封旅旷旅祥为列侯 随君听用 郭图为袁谭曰曰 曹操以女许婚 恐非真意 今又封赏旅旷旷祥 带去君中 此乃劳笼和北人心 后必终为我或 主公可刻将军印二科 按使人送与二旅 另作内印 待操破了原上 可承辩图之 谭一言 遂刻将军印二科 按送与二旅 二旅受气 竟将印来禀曹操 曹大孝曰 谭按送印者 欲汝等为内助 待我破原上之后 就终取是耳 汝等且全受之 我自有主张 自此曹操便有沙坛之心 且说原上与沈佩商议 经曹兵运粮入白沟 必来攻济州 如之奈何 佩曰 可发席使武安长引凯屯茅成 通上党运粮道 令居受至子居骨守寒丹 姚维生源 主公可进兵平原 即攻圆坛 先决圆坛 然后破曹 袁上大喜 刘沈佩与陈林守济州 使马严璋以二将为先锋 连夜起兵攻打平原 谈指上兵来进 告急于曹 曹曹曰 吾今帆必得济州议 正说间 是许优自许昌来 文上又攻谈 入见曹曹曰 丞相作首于此 岂遇待天雷及杀二元乎 曹孝曹曰 无以料定义 岁令曹红先进兵工业 曹自引一军来攻引凯 兵临本境 凯引军来迎 凯出马 曹曹曰 许仲康安在 许楚应声而出 纵马直取引凯 凯措手不及 被许楚一刀斩于马下 于众崩溃 曹晋昭祥之 吉乐兵取邯郸 居谷进兵来迎 张辽出马 与谷交锋 战步三合 谷大败 辽从后追赶 两马相离不远 辽及取攻设之 应贤落马 曹指挥军马掩杀 中劫奔散 于是曹引大军前邸济周 曹红已进城下 曹令三军绕城竹起土山 又按绝地道以攻之 神佩设守兼顾 法令圣言 东门守将冯李因九罪有物巡警 配痛则之 冯李怀恨 前帝出城降操 操问破城之策 李曰 屠门内吐后 可绝地道而入 操便命冯李引三百壮士 迎夜绝地道而入 却说神佩自冯李出降之后 每夜亲自登城典式军马 当夜在屠门阁上 望见城外无灯火 佩曰 冯李必引兵从地道而入也 及换金兵运时及屠闸门 门壁 冯李其三百壮士 皆死于土内 操折了这一场 遂罢地道之际 退军于环水之上 以后援上回兵 援上公平原 文曹操已破引凯居骨 大军围困济州 乃撤兵回救 不将马炎曰 从大陆去 曹操必有扶兵 可取小鹿 从西山出浮水口去劫曹营 必解为也 尚从其言 自领大军先行 令马炎与章已断后 早有戏作去报曹操 曹曰 彼若从大陆上来 无当必知 若从西山小鹿而来 一战可情也 无料原上必举火为号 令城中皆印 无可分兵集之 于是分拨已定 却说原上出浮水借口 东至杨平 屯军杨平亭 离冀周十七里 一边靠着浮水 上令军是堆积柴新干草 至叶焚烧为号 遣主不礼服伴坐曹军嘟嘟 直至城下 大叫 开门 神配认的是礼服声音 放入城中 说原上已沉兵在杨平亭 等候接应 若城中兵出 一举火为号 配叫城中堆草放火 以通阴信 符曰 城中无粮 可发老若残兵并妇人出降 彼必不违背 我即以兵祭百姓之后出公之 配从其论 四日 城上树起白旗 尚写祭周百姓投降 曹曰 此事城中无粮 叫老若百姓出降 后必有兵出也 曹教张辽徐晃各引三千军马 浮于两边 曹自乘马 张辉盖至城下 裹剑城门开出 百姓扶老西右 手持白旗而出 百姓才出境 城中兵突出 曹教江洪旗一招 张辽徐晃两路兵旗出乱杀 城中兵只得赴回 曹自飞马赶来到吊桥边 城中弩箭如雨 射中操盔 险透其顶 重将急救回阵 曹耕一换马 引重将来攻上寨 上自迎敌 十个陆军马一起杀制 两军混战 援上大败 上引败兵退往西山下寨 令人催取马 炎张乙军来 不知曹操已是屡旷屡降去昭安二将 随二旅来降 操一封为列侯 即日进兵攻打西山 先使二旅马炎张以截断圆上梁道 上秦之西山守不住 夜走爱寇 安营未定 四下火光兵器 扶兵齐出 人不及甲 马不及安 上军大溃 退走五十里 是穷立即 只得潜欲周次使殷魁至操影请降 操阳许之 却连夜使张辽许晃去劫债 上禁器应受劫月依甲自重 望中山而逃 操回军攻济周 许优献祭曰 何不绝张何之水已演之 操然其祭 先拆君于城外绝豪欠 周围四十里 神佩在城上见操君在城外绝欠 却觉得盛浅 佩暗孝曰 此欲绝张何之水已灌成耳 毫生可灌 如此致浅 有何用灾 遂不违背 当夜曹操天时被军事并立发掘 必及天明 广深二丈 隐张水灌之城中 水深数尺 更兼良绝 军事皆饿死 心脾在城外 用枪条圆上印售衣服 昭安城内之人 神佩大怒 将心脾家属老小八十余口 就于城上斩之 将头直下 心脾豪哭不已 神佩之指沈荣 素与心脾相后 见心脾家属被害 心中怀奋 乃密写献门之书 拴于箭上 射下城来 君事实现心脾 脾将书献操 操先下令 如入冀州 修得杀害元氏一门老小 君民降者免死 四日天明 沈荣大开西门 放草兵入 心脾越马先入 君将随后 杀入冀州 神佩在东南城楼上 剑操君已入城中 引述季下城死战 正迎徐晃交马 徐晃生请沈佩 绑出城来 怒逢心脾 皮咬牙切齿 乙边边沛首曰 贼杀财 今日死矣 沛大骂心脾 贼徒 引曹操破我寄州 我恨不杀如也 徐晃姐沛剑操 操曰 辱之献门皆我者呼 沛曰 不知 操曰 此辱之沈容所献也 沛怒曰 小而不行 乃至于此 操曰 佐孤至丞下 何成中弩箭之多也 沛曰 恨少恨少 操曰 轻忠于原氏 不容不如此 金肯祥无否 沛曰 不祥 不祥 心脾枯败于帝曰 家属八十余口 竟遭此贼杀害 愿丞相陆之 以血赐恨 佩曰 吾生为原氏臣 死为原氏贵 不似汝被禅禅阿余之贼 可肃斩我 操教千出 林寿行 至行行者曰 吾主在北 不可使我面难而死 乃向北贵 引尽就任 后人有诗探曰 河北多明是 谁如沈正南 命因昏主丧 心语古仁参 忠直言无隐 连能志不贪 林王有北面 想者尽修禅 神佩祭祀 操连其忠义 命葬于城北 仲将请曹操入城 操方欲起行 只见刀俯首勇义人志 操是之乃成林也 操未知曰 如前未本出作息 但罪壮孤可也 何乃如己祖父爷 林达曰 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耳 左右劝操杀之 操连其才 乃设之 命为从事 却说操长子曹批 自子还 十年十八岁 批出生时 有云气一片 其色亲子 圆如车盖 富于其事 终日不散 有望弃者 密未操曰 此天子弃也 令四贵不可言 批八岁能主文 有异才 博古通经 善其舍 好极箭 石操破济周 批随父在军中 先领随身军 进投袁少家 下马拔箭而入 有宜将党之曰 丞相有命 诸人不许入少府 批赤退 提箭入后堂 见两个妇人相报而哭 批向前欲杀之 正是 四世公侯已成梦 一家骨肉又遭殃 未知性命如何 且听下文分解 找第三家骨行